天色暗了 还没有落水帆船教练的下落 潜水员下水寻找 海上救难协会也支援3D 及时显影机 在这之前 中山大学百工系也支援水底伸纳探测仪 寻找蔡信教练 刻不容缓 就是可以测到多几公尺 50公尺 景一销出动将近百人 在漆黑的莲池潭水面上来回搜寻 在帆船翻覆点和9岁学员被寻货处 画出一条漂流线 往岸边的区块彻底搜索 再扩大至莲池潭的中心点 时间回到20号下午1点 教练跟学员当时莲池潭水面上 就这一艘风帆这两个人 一个小时之后船就翻了 直到晚间10点多 60岁的蔡信教练生死未卜 我对他了解他的能力 已经算是很有信念了 蔡信教练和9岁男童 上的是一对一风帆私人课程 疑似风市强达六级风帆船翻覆 但蔡信教练成是帆船协会A级裁判 也是国家级的教练 在体育会帆船委员会担任过竞赛组长 也是多所学校专属教练 帆船请导扶正是最基本技能 对他来说更是轻而易举的事 也是传授给学员操控技巧之一 那会让他无法救落水学生 最可能的因素是 你敲到然后就昏迷衣就 没办法 你看连学生都没办法顾 照一讲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救学生 对对对 就表示他自己本身第一个就救 没办法说 是被风帆打到还是疾病因素 学员为何没穿救生衣都有待厘清 而这也是市府开放左营连池潭水上运动以来 传出的第一起落水溺斃意外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